使用单一气瓶潜水模式前 需要注意哪些相关设定呢 请注意 所有设定都需在下水前一天 就应该熟悉且设定项目接完备 最重要的是 盒表必须是充保定的状态 第一个 气体 首先按下 Start 键 选择单一气瓶后 请按下 Down 点击 进入单一气瓶的潜水设定 空气的预设值比例是 氧气 21%和氧气 0% 拥有高氧空气潜水资格的潜水员 若使用高氧气瓶下潜前 请记得将氧气比例 变更成氧气分析仪测量出后的数字后 再进行下潜 常用 EAN 表示高氧空气 指的是 Enrich Air Nitrox 通常会在 EAN 后面 加上氧气含量的比例数字 例如 EAN 36 就表示含有 36%氧气的高氧气瓶 若有吸带备用气体 也可以利用下方新增备用气体选项 来增加所攜带气瓶及其气体比例 第二个 保守 保守的设定有三个预设等级 按保守值递增强度顺序 这是为减压计算设定保守值等级 较高保守值指的是上升过程中 以较长的时间进行减压 反之 较低保守值上升过程中 以较短的时间进行减压 请注意 在输入自定的保守值等级前 请务必确实了解压力梯度方面的知识 第三个 通气整合 为连接气瓶感测器后的相关设定 请参阅气瓶感测器的相关影片 第四个 水的类型 不让您选择在海水还是淡水 亦或是知道水域密度的自定选项去增设 第五个 PO2 养分压 您可以调整减压PO2 PO2颈视值与PO2领介值 请在自行更改养分压颈视值与领介值之前 请务必确实了解养分压方面的知识 六 颈视 简单的说 您想要你的潜水表在什么状况下提醒您呢 进入警示画面后 点选新增警示 有深度 时间 两种警示的设定 同时 警示的声响和振动状态也是可以选择的 当然 您可以设定不止一个警示 第七个 安全停留 可让您变更安全停留时间 可选择关闭3分钟亦或是5分钟 第八个 结束潜水延迟 可让您设定装置在您浮出水面多长时间后 结束并储存该次潜水 最长可达10分钟 最少则短至20秒 第九个 背光 下一个 选择背光模式 可以选择在固定深度下才开启或是总式开启 亮度也是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进行调整 萤幕亮度则会影响到电池的耗电程度 第十个 心率 手表有光学心率 在佩戴合一的状况下可以准确地侦测当下的心率 或是选择事先配对好HRM Swim或HRM Trime心跳带 在自由潜水活动里来整合已储存的心率资料 第十一个 双击切换萤幕 可让您在表面上轻拍两下 还切换潜水资讯页面 您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 第十二个 减压锁表 出厂预设值为开启 您可以选择关闭减压锁表功能 该功能在您超出减压上缘三分钟后 系统会封锁单一气体及混合气体潜水长达24小时 请注意 在超出减压上缘后 您依然可以关闭减压锁表功能 但关闭减压锁表有可能造成风险 以上就是使用单一气瓶潜水的事情需要了解的设定项目 如果你都设定好了就可以安心的跟着潜伴进行潜水的练习了 如需更多帮助请参阅support.garmin.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